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單身可能對婚姻有很多的憧憬 我們來看看這個真實的風景 浩如聽說你小孩生病了 老公的動作是旁邊玩手遊 對 他們 我也不曉得他們每次都覺得 這看了會生氣耶 因為我們會覺得他們很少一根筋 就像嘉文姐講的 就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但他們會覺得你們有事嗎 幹嘛這麼大驚小怪 你們這女生真的是很 很愛一哭惡鬧山上吊 像我兒子也是發燒了 他都已經 平常發燒 當然就是觀察就好 可是我兒子那一天是已經燒到 四十度 四十一度了 他燒到已經是出現幻覺 他就是會躺在床上 然後眼睛睜開說 媽媽 天花板裂了 天花板裂開了 這滿嚴重的 這滿嚴重的 對 然後因為我們家的診所 就在離家裡說近不近 說遠不遠的地方 開車也有一點遠 然後不好停車 我就叫我那個老公 騎摩托車帶我兒子去 然後我兒子已經躺在 沙發上面這樣子 我就跟我老公說 你騎車帶他去 然後我老公就去那個餐廳 那邊這樣我想說 他應該再拿機車鑰匙 還是什麼的 結果沒有 他走過來 泡了一杯茶 然後坐在兒子旁邊 開始打授遊 我心裡想說 我以為你走 往那邊那個餐廳 什麼書房的方向走過去 要不然就是幫兒子 拿一個什麼冰枕 要不然就是去拿機車 要是準備送他 對 他自己泡一杯 對 兒子的身體很有信心 對 而且還是幫他自己 泡一杯茶 然後坐在旁邊 我就說請問先生 你現在是沒有要帶你兒子出去的意思嗎 他就說 你看他病得這麼嚴重 不需要帶出去啊 他說你等 你讓他休息 你看你先去讓他休息 要等他好一點 他自己可以走的時候 他再跟我去看 你不覺得他邏輯很奇妙嗎 不是病眼之後看醫生嗎 等他好了還要再去看醫生 你等他能走了 那他不就是燒退了嗎 對啊 你等他還去幹嘛呢 然後我老公就說 不是啊 他都已經燒到這麼 他都已經那麼燒了 那你現在還要我拖他起來 拖他出門去看醫生 不是不對嗎 你就等他自己好一點 有個抵抗力就好啦 他說我會在旁邊看著他 所以他打算長期抗戰 他被我打手了 等他自己好起來 對 他就說等他好一點 他自己能走的時候 很有信心耶 沒有 他覺得我們不用 你不用太擔心 大心小怪 對 他會 他會覺得 他會稍稍退退嘛 現在41 等他也許降到39的時候 他會坐起來嘛 坐起來的時候 你就再叫他 那你當下的反應是什麼 好特別喔 我心裡就想說 我後來我有生氣啦 我就說那我帶他去 坐計程車好了這樣 然後他就說 好啦沒關係啦 我送去啦 他最後才妥協 OK 他好不緊張喔 好不緊張 佳玟 情人節有一顆乳蛋 對 你天才老公送你的 情人節不是剛過嗎 然後那一天 我們剛好一起做事情 然後我就是在吃飯的時候 我就有點抱怨 我就說今天錢人節 他說對耶 錢人節 然後我就說 你知道今天錢人節喔 他說我知道啊 路上好多人賣花 他知道耶 我想說他知道耶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說 你知道耶 他說對 而且因為我們在吃東西的時候 他剛好面對電視嘛 那個餐廳裡面的大電視 他說而且電視也有在講啊 他說因為新聞一直在播 今天錢人節 所以什麼花比較貴 什麼餐廳怎麼樣 我說對啊 今天錢人節 他說對啊 然後他就繼續看著電視 然後繼續玩他的手機 然後繼續吃的東西 然後最後我就說 我們吃到最後喔 就是已經 我就真的很火 我就說欸 我說你再過分一點 今天錢人節 我已經講第三遍了 而且路上也在賣花 然後這裡電視也有在播 他就說齁 他說對啦 他說不然這樣子 你也知道我最喜歡滷蛋了 我說對 因為我不吃滷蛋的 他都他點 他說 我把我的滷蛋給你吃 他就把滷蛋放進我的碗裡喔 沒有啦 小孩子 然後我就說 我不要吃滷蛋 好可愛喔 我不想要我的錢人節 禮物是滷蛋 可是他把他最珍貴的東西給你了 你怎麼知道 真的是小孩耶 對啊 我希望你們啊 以後不會成為朋友 你看他在一起會感覺到 非常純真的感覺 這種對話 在一般的社會關係裡面是不會發生的 我們兩個常常像小孩在吵 我說我不要 而且你知道我老公吃滷蛋 是真的會拿筷子插的 他就拿 他說那我把我的滷蛋給你 我說我不要你的滷蛋 他就說那這樣好了 你去前面看看你要什麼菜 我請你 反正我們兩個的情人節 就這樣 在這樣的打鬧中 就是過了 可是其實我是花了很多時間 在適應這種幽默 因為我覺得剛開始說是會失望的 我覺得什麼鬼我嫁給你只有滷蛋 但後來你久了 你就覺得你得學會欣賞 如果我要生存下去 會學會欣賞他的幽默 他跟別人相處會這樣嗎 他跟別人相處也會這樣 也是這樣 他不是故意的 他真的是這樣 我問一下HL 聽到大家故事 你覺得到底是女人太大驚小怪 還是男人神經太大跳 我覺得是因人而異啦 並不是每個男人都這樣 也不是每個女生都像你們這樣 就好比說也不是每個女生都一定 情人節到了 我就一定要求說 情人節到了 情人節到 有些女生他也不要求疑似感 尤其在結了婚之後 對啊 所以我覺得充分溝通就好了 反正也沒有那麼重要嘛 我套去他們兩個老公的那種態度 反正就是這麼一回事 就有那麼嚴重嗎 沒有那麼嚴重 沒什麼大不了的 結了婚就這樣子 好好過就好了 我老公常說這個話 專家建議就是這樣 我聽起來我覺得 沒有到病入高荒的地步 而且他們兩個都很開心 對啊 而且我老公 趁我兒子昏迷的時候 他還把我兒子手遊裡面的一些 保物都偷走 我老公還說都被我偷過來 趁我兒子昏迷 太可愛了 真的是 這其實從另外角度來看 我們剛剛講這隱形殺手 就是本來沒看到了 在婚姻之後都看到了 但是你們也看到他另外一個特色跟特點 這就是婚姻當中真實可愛又可惡 但是又浪漫的一道風景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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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だ不再違岷